首先呢猪肉给它切成粗粗的细丝 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 黄瓜也给它切成粗粗的细丝 干豆腐也给它切丝 大白菜也给它切成细丝 给它全部放入盆中 咱们再给它炸点辣椒油 辣椒油一定要信炸 起锅烧油下入肉丝 炒子变色之后来一大肠生抽 再来点食材姜 这个肉丝呢别的你都攻克 炒出酱香味就可以了 晾凉以后啊咱们给它放入盆中 再来几勺辣椒油 能吃辣的你少放点 不能吃辣的你多放点 拌凉菜呀你必须来点蒜沫和香菜 来大半勺陈醋 再少来点咸盐 再来点白砂糖酸点口的更好吃 老铁们注意了啊 这个道菜呢你必须用你的左手给它抓过均匀 老铁们这道小凉菜就制作完成了 你看看这小菜能不能给你老蛋都喝牛它 老好吃了 那么好